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礼拜日有一个低压会逐渐的来通过台湾的北方 所以在北部东半部会有一些短暂震雨的机会 那么另外在中南部地区也会有午后雷震雨 那么礼拜日来说呢 因为低气压逐渐通过 所以雨势会比较大 又一直等到礼拜三低气压逐渐的远离之后呢 雨势才会趋缓下来 虽然还是有降雨的机会 但是雨势就变得比较小一些 不过礼拜四之后呢 又会受到低压带 再加上水汽增多的影响 所以在阴风面的东半部偶有震雨 而西半部地区都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低气压的位置 可以看到呢 它目前位在台湾的东方 并且持续的往西边前进 所以在它接近的过程当中 像是今天天气就相当的不稳定 下起了午后雷震雨 尤其在苗栗台中还有云林以南的县市 今天都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 那么明天它就会逐渐的来通过台湾的北方海面 因此在偏北风的影响之下 在阴风面的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 都会是全天有一些震雨的机会 也不排除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要一直等到礼拜三 低压逐渐远离之后 水汽的情况才会减少下来 不过礼拜四又再度受到低压带 再加上水汽增多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礼拜四偏东风的影响之下 在东半部地区雨量就会是比较多一些的 那么在明天的天气来说 低气压逐渐的来通过台湾的北方 所以可以看到在偏北风的环流影响之下 在北部地区雨量会是比较多 那么另外在礼拜四来说 偏东风的环境之下 则是东半部的雨量比较多 未来四天的降雨模拟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明天的要注意的就是北部地区 全天都有降雨的机会 也不排除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而其他地区要注意的就是午后雷震雨 礼拜三呢可以看到低气压因为远离了 所以在北部地区降雨就明显的减少下来 其他地区多云道情 那么在山区的部分 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礼拜四呢水汽又在逐渐的增多 再加上偏东风的影响缘故 因此在东半部雨量有明显的增多 另外就是在山区 还有在中南部地区 雷震雨又会开始发展的比较旺盛 所以呢在本周天气还是相当不稳定 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要记得攜带雨去出门 再来看一下温度的部分 因为明天北部地区 雨量会是比较多一些 所以高温就有下降到32度 但礼拜三过后 又会再回升到35度以上 其他地区包含像是中部 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 未来一周的高温大概是落在32到33度左右 所以说除了北部地区 其他地区的高温都有相对缓和一些 但是没有下雨的时候 还是相当的炎热 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一定要记得多加补充水分 最后呢是今天到明天 就是低气压接近并且通过的过程 所以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区 天气会率先变得比较不稳定 有一些震雨的机会 那么到了明天 更是全天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也不排除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那么在中南部 还是会下起午后雷震雨 所以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一定要记得 攜带雨具来以备不时之需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